俗哥说电影 方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深海园移》 影片一开场 心理学家王大白接到一伙 说有一架飞机失事坠落在了太平洋里 让他去做生还者幸存后的心理疏导工作 来到船上之后 王大白才得知根本不是什么飞机失事 而是海军在1000英尺的水下 发现了一艘太空团 负责人忧郁叔说 我们怀疑这是外星生物的太空团呢 你们几位都是高科技复合型人才 所以才请你们来 在出事之前 我们先把人物给介绍一下 这里面除了心理学家王大白之外 还有生物学家金发妹 数学家酱油鲁蛋大叔 和天体物理学家大眼哥 忧郁叔说 我知道跟外星生物接触这活不太好干 搞不好还可能领盒饭 但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发现 希望你们能排除万难勇往直前 一旦出现意外 我可以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锅气盖 转场之后 几个人在忧郁叔的带领下 乘坐潜艇就出发了 忧郁叔说 自打发现这玩意之后 我们就在这建了一基地 这里边也没什么娱乐活动 你们就将就用 来到基地之后 几个人一通瞎分析 然后便向太空盘失去 大眼哥说 要是穿着潜水服想尿尿怎么办 鲁蛋叔说 随你的大小便 就你那泡尿不可能让海水变淡 时间不大 五个人便来到了太空盘的门口 大眼哥拿着锤子一敲 门上的漆都掉 鲁蛋叔说 这开什么国际玩笑 难不成这外星人也偷工减料 几个人正瞎掰的时候 门突然自动打开了 这帮人进去之后就是一通瞎学末 说看着用料也不像是外星人制造的 金发妹用手电筒一照 发现地板上有串脚印 说这怎么回事 鲁蛋叔说 甭管那么多了 时间仅仰气少 赶快分兵两路 学末一圈拉他们倒 这王大白和金发妹有过一段孽缘 王大白曾经婚内出轨 跟金发妹披了嘴 而金发妹则属于不明真相 上了王大白的当 两人正在翻旧账的时候 突然就被升到了楼上 他们来到楼上一看 发现这里的装修比下面上档次多了 当这二位正下球转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具干尸 正冲他们没看眼笑 把两人吓一跳 金发妹用手电照了照 说这哥们是被盾气击中脑门交的翻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应该是一艘美国的太空船 随后两人查看了飞行日志 发现这艘太空船来自于未来的2043年 接着两人又翻越了不明物的入侵记录 金发妹这边用手刚一点击 当时就把两人吓懵逼了 眼前的景象是如梦似幻的 一些以前从没见过的玩意儿全都出现了 这个时候王大白收到了那边忧郁叔的呼叫 两个人跑过去一看 发现是一个大金蛋 忧郁叔说各位老戏骨 奥斯卡没凭上每人来一金球怎么样了 王大白说你们发现没有 这个金蛋什么都反射 就不反射咱几个 几个人回到基地 分析来分析去 也没分析出个屁 这个时候忧郁叔收到讯息 说海面上有飓风了 让他们赶快回去 到了后半夜 基地里突然响起了警报 把王大白吓一跳 他急忙来到监控室一看 发现鲁蛋叔正美目流畔 对着大金蛋房垫 忧郁叔和王大白一看 当下都不约而同的猛的一颤 由于鲁蛋叔的无组织无纪律 导致潜艇无法在飓风来临之前回去了 随后王大白也来到大金蛋的下院 发现鲁蛋叔已经不省人事 这个时候诡异的现象出现了 屏幕也黑了 通讯也中断 回到基地之后 鲁蛋叔跟冬天的大狗熊士 也不吃饭了 也不尿尿 就一直的睡大头觉 转场之后 基地的酱油姐正准备往小潜艇上送资料的时候 突然被大批的海蛇攻击 很快就叫了饭票 鲁蛋叔醒来之后 大家急忙打听金蛋里面的情况 可这哥们东一榔头西一棒 就是不说真相 大眼哥说 这个酱油鲁蛋简直就是个混蛋 他明明已经记住那个金蛋了 而且什么都看见了 可就是不说 他把咱们都给骗了 王大白说 他说他失忆了 所有的事都随风而去了 大眼哥说 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种话谁信谁长茂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计算机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几个人经过一通瞎蹈鼓 居然跟金蛋里的外星生物联系上了 大家问你从哪里来啊 外星生物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啊 我来这儿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领便当 大家伙一听当时就慌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巨大的乌贼突然出现 并且吓了一大堆的蛋 紧接着这个乌贼啊 就对基地发起了攻击 这气压也降低了 也快没法呼吸了 把这帮人呢 全都瞎蒙蔽了 这边刚解决完漏水的问题啊 那边又发生了火灾 忧郁叔和大眼哥 在排除险情的过程中啊 不幸壮烈牺牲了 这二位刚领完盒饭呢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这火苗子眼瞅着 出流出流叭击就不见了 当一脸蒙圈的王大白刚进屋啊 就发现了正在学习了乌书 王大白说 刚才基地遭到了攻击啊 忧郁叔和大眼哥已经交了饭票了 你却一直在这睡着大吵叫 你说你害臊不害臊 金发妹说 你们俩别嫌扯淡了 现在啊 咱只能靠小潜艇回到水面啊 再不赶快行动啊 咱全都在领盒饭 王大白说 鲁蛋叔这人靠不住啊 刚才咱都快歇了菜了 他还在睡大吵叫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咱俩可曾经有过真感情啊 必须拧成一步车 随后忧郁叔来到了小潜艇 重新设置了程序 可当他返回的时候啊 突然遭到了 青面獠牙的海蛇的攻击 幸亏鲁蛋叔及时听估帮助 王大白再捡回条命 王大白经过研究发现啊 这一切都是鲁蛋叔蛋 原来鲁蛋叔钻到金蛋里之后啊 就有了心想事成的超能力了 这金蛋呢 会利用进入他体内的人的恐惧导弯 无论你想到什么可怕的事 都会在现实中呈现 说白了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由于鲁蛋叔从小害怕乌贼啊 因此在他做梦的时候 乌贼就在现实中出现了 金发妹说 那可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不然咱俩全都在嗝了屁 王大白说 如果不想再让鲁蛋叔做怪啊 那就必须给他来一针 把他彻底搞晕菜 搞定鲁蛋叔之后啊 两人开始行动了 但事情远远比他俩想象的还要严重 原来王大白和金发妹也进入过金蛋 只是他俩自己没发现 王大白的恐惧显现出来的是海蛇和海蛇 金发妹说 我因为恐惧啊 把炸弹给启动了 咱赶快逃命 三个人钻进小潜艇之后 便开始出现幻觉了 眼瞅着炸药就要引爆了 这三位还在幻想的空间里是上蹿下跳 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凭借强大的毅力逃了出去 影片的最后 三个人探讨完人性的卑劣和丑陋 决定利用超能力 把这次的经历彻底忘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糖尸压惊 鸡蛋鸭蛋和鹅蛋 蛋蛋都能蛋炒饭 鲁蛋金蛋乌贼蛋 蛋蛋让你领盒饭